现在是2024,8月1号,下午17点29分,我在家中被江苏省皮州市贪官理权母断货公开的残害,已有7年多,残害从未停止,仍在继续。 早在2020年,我被残害的重灾之年之一,前后频繁出现,自称是政府部门,各种的电话调查。 我都是如实的回答、回复,随后而来的是遭到了更加残忍、灭绝人性的残害。 贪官理权母断货是有组织、系统化、有策划、筛选目标的残害。 我被残害不是个例,贪官理权母断货的存在,根深蒂固,有了已久。 隐形很多,地方黑暗。